把小孩变性,让小孩性别错乱 现在变成民主党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他们公开的直白的讲 就是我就是要来洗脑你的小孩啊 你以前什么看什么色情书刊啊 花花公子啊,书期啊,天心的写真集 还要偷偷的藏起来不让小孩看到 我们的民主党,人民的党 就是要在你小孩还在读幼稚园的时候 就教他们这些,让他们看这些 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有多重要啊 白宫发言人Jen Psaki 为了要政府帮忙变性小孩而落泪了 他们过去做了이스犯地的党 那是刘痛的 Phi律 对孩子甚至多的 我会容易被cer充满开的 我会不会被刘党了 因为我会不会被刘党了 但你认为了 这是我等于孩子 也被刘党了 who have kids. It's completely outrageous, but it is a wedge issue. Sorry, this is an issue that makes me completely crazy. But it is an issue that is a political wedge issue. It is not a reflection of where the country is. This is an issue that makes me truly crazy. This is an issue that makes me truly crazy. This is the most true truth to me. The truth is, how dare you? How embarrassing? At the TV on, you will cry. Because you cannot cut out your child's face. You cannot cut out your child's face. You cannot teach children's face and cross-to-face. This means that these are the way the word the world is so-and-so. We've been saying that many people don't want to think too much. Don't worry about that. Don't worry about that. Don't worry about that. 别人的良善 别人的好意好不好 他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 这些保守派 读了一本六千多年的书 就来压迫别人 每天就一天到晚 自以为是受害者 相信阴谋论 但是事实就是 这些自由派对于性泛滥 儿童性行为 这些变态 性变态 恋童癖 跟洗脑儿童的思想 有多么执着 他们已经把这类的变态行为 放在社会里面好久了 我记得我以前 很久以前看康熙来了 有一次李敖上节目 他说应该要把女生的结婚年龄 降到14岁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现在他们要3岁到5岁 就开始对他们有性教育 连他们ABC都还不太认识的时候 就要开始捣乱他们的性别认知 但是他们这些领导人是不会错的 他们的想法是不会错的 他们不需要有任何的解释 科学证据 研究报告 统计数据 左派认为 赢的方法 就是只要喊得很大声 闹得很乱 如果你不服从的话 我就让你不好过 让你不安宁 这种最原始的方法 就像我两岁的女儿在那边闹一样 或者是恐怖分子的恐怖攻击一样 这个就是左派认为的英雄 只要喊得超级超级大声 我们就会屈服 然后他们要什么 我们就会给什么 以下是左派英雄的一刻 密西根的州议员 Mallory McMurrell I want every child in this state and let it happen 这个就是所有左派的政治方向 他们会很爱某个议题 然后整个国家其实是觉得 诶... why? 就跟Wendy Davis在选州长的时候一样 因为他反对德州的这个反度胎的法案 然后就出来骂这个骂那个 人权这个人权那个 然后他就变成左派当下的一个大英雄 他穿粉红色的鞋子 然后粉红色的鞋子就大卖 然后一选州长 他素得一塌糊涂 这个人就这样消失了 就不重要了 台湾的左派当时也是 整个民进党 还有一堆年轻不要脸的国民党 不知道为什么 无条件的支持同婚 然后要说什么发动公投 认为自己是个什么 正义之师之类的 台湾人一定都很赞成这个东西 结果公投一出来 以民主的制度来讲 台湾人并不接受同婚 结果他没有随便说什么 人权不应该公投 然后就这样子过了 也就是说 民主 民权 人民的思想 对于他们来讲 一点都不重要 对于左派来讲 一点都不重要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英雄 一个服从的 而且听话的 可以利用的英雄 在节目继续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让大家知道 我们都要知道 自己是谁 我们要了解 神创造我们的命定 我们的identity MyID这间公司的高级面膜 定期的使用 从神秘果萃取精华而成的 MyID面膜 这个特殊的配方 全世界只有这一家有 所有的暗窗 皱纹 青春痘 粉刺 全部一网打尽 不只是这个样子 MyID的创办人 设立这家高档的皮肤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吁群众对于人口贩卖者的 恶行的警觉性 和对于受害者实质的帮助 这些受害者如果没有被及时的医治 帮助重新回到社会正常生活的话 它们将会是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或者是谁 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 当你在MyID打Live购买时使用折扣码 AINews全部大写 所有的利润全部都会拿去帮助这些被摧残中的儿童 也有部分会来帮助AINews继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现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码还送价值25元的眼膜 脸对于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 特别是女人 当一个女人有漂亮的脸蛋的时候 她的自信生活体验 甚至拍照的数量都会提升 也会有勇气去跟不正义的事情对抗 所以今年的母亲节 送自己的老婆 送自己妈妈一套 MyID的面膜 甚至送自己的女儿一套 让她们知道她们是被爱的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出了一篇长篇大论 来赞美这位Malorie Mackerel 年轻的民主党人 网路上爆红 要求要重新思考觉醒文化 这篇文章基本上讲的就是 问题不是出在觉醒文化上面 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想法 没有跟这位McMarrell合一 报道上面说McMarrell认为说 她自己是一个女人 一个白人 一个基督徒 而且是一位母亲 希望她的小孩 可以跟不是白人的 非二人性别的 非基督徒 同性恋 变性人的家庭 她希望能翻转这个 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的这个辩论方向 然后往其他的方向走 那些反对觉醒的人 就是我们保守派 OK 没有资格独霸我们的社会 使用他们老旧的思想 以及宗教 站在道德的至高处 来霸凌跟他们不同的人 同时又假装不在乎每个人的身份认同 用法律来分割 破坏 塑造出一个残酷的排外的社会 这些都在说我们 OK 所以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是哪些人到处去举发投给川普的人 逼着公司要开除保守派的 是哪一派的人一直在封锁保守派的声音 让我们必须要反击的 是哪些人一直在攻击别人的宗教 一直在说 政教一定要分离 分离到 只要你有信仰 你就不可以执政 不可以有任何的声音 Amy Coney Barrett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那些人一直逼着大公司 一定要选边站 最后一点很重要哦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迪士尼会加入战局 长期以来 迪士尼都是走在左派的边缘的公司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对于一个公司来讲 左派的钱也是钱 右派的钱也是钱 一个公司 基本上赚钱还是最重要的吧 对不对 特别像迪士尼这个样子的公司 那么为什么这次迪士尼会突然选边站呢 不就是因为一群他们的员工 左派的员工 上电视 上社交媒体 上班的时候抗议 在那个地方到处传递说 我们一定要教导 三岁到五岁的小孩变性 然后还有这个性教育 一定要把变性人放在所有人的生活里面 所以迪士尼那些无能的闹种领导才会说 好吧 那我们就说我们反对佛州的法案吧 然后 Ron DeSantis才反击的不是吗 所以当这些大公司妥协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不会妥协 我们不允许你骚扰我们的家庭 你跟左派妥协 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Netflix上个星期五股价下跌了35% Disney的股价 呼噜的股价 这些原本只是做生意的人 你们只要跟左派站在一起 就会得到我们的惩罚 就会失去我们的生意 Ron DeSantis 撤除迪士尼赴税优惠 是在打压迪士尼吗 你脑残吗 你本来就是应该要付税的不是吗 你的左派同盟还认为说 你应该要付百分之九十的税 然后让我们这些人 有全民基本收入耶